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從0050裡面 這精英中的精英 我們把它挑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麼好的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 這個0050啊 比較不好怎麼也有 我就是我喜歡挑個股 好啊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 從0050裡面有沒有 這精英中的精英 我們把它挑出來 等一下那個精英中的精英 不會是 不是台積電 不是大力光 你看來會覺得 我們要怎麼來檢驗出 其實有沒有 精英中的精英 你只要按照ROA 就是資產報酬率 把它做排列 你看ROA是什麼 資產周轉率 乘上存益率 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你每100塊 能夠賺多少錢 你的周轉率也要好 其實這代表是什麼 你的經營要非常的好 因為資產周轉率 代表是經營能力 這個獲利能力是你的產品 什麼都要夠好 對不對 也就是說ROA 除非你的經營很好 否則ROA不可能高 好 那我們再來看ROA是什麼 ROA跟ROA是連動的 ROA是權益乘數乘上ROA 這個權益乘數是什麼 很簡單 資產除上權益 比如說我有100億的資產 然後我只有50億的權益 那代表是什麼 50億是不是負債 就是借來的 所以我借的錢越多 我的權益乘數是不是越高 代表是什麼 財務幹綱越高 這裡頭一個很有趣的是什麼 如果大家ROA都是10%好了 我每100塊我能夠賺10塊錢 ROA是什麼 我經營什麼都不用改變 我只要錢多借一點 我就能夠讓我的ROA 變得比較大 把它放大 但是ROA就 你的財務幹綱越大的時候 你的自家公司的風險就越大 所以你要看的是什麼 要看它財務幹綱之後的結果 比較準 還是你要看它的實質的經營績效 對 在加成之前 我們就先看看它到底事實 本質是怎麼樣 沒有錯 這個厲害 難怪是財經系 對啊 所以我們就可以就是說 你看我們從ROA裡頭的排名有沒有 對 第一名是誰 大力光 不是台積電 對 是第四名 所以大力光確實是不錯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豐泰 是第二名 豐泰就是做球鞋的 對 但是它的ROA是第一名 等一下 對 沒有錯 就是說 但是你看它的ROA跟ROA有沒有 ROA是它的兩倍對不對 對 所以馬上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其實它的負債 負債比大概就是50% 好 所以你把它從這裡頭有沒有 把ROA排名 其實你會看到一些比較 你比較不耳熟能詳浮上來的 就是豐泰還有岩寬 對 如果你這兩檔 你去看看它的那個財務報表 你會 真的會讓你亞裔 表現得真的是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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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